好 在这一边呢 我们有graph of quadratic function ok 然后在graph of quadratic function 其实他modernmax的时候 我们也有学到一些东西 然后我们在mx这边也有学到这一个东西 so modernmax也会叫你画 graph of quadratic function mx也会让你画 可是modelmax的那个做法跟mx的做法 他有一点点的不同 so这个是mr chan给的笔记 然后他说我们有y等于ax2加bx加c 然后a不等于零 因为我的a等于零的话 他就没有x2 他就不是 quadratic 然后我们的abc呢 他的a呢 会决定他的shape ok a是positive就笑脸 a是negative他就酷脸 在这一边如果我用desmos 我有y等于ax2加bx加c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我的a 他越大的时候他就越窄 然后他去negative的时候他就下来 然后他的negative的modulus也大 他也越窄 因为当他的号码大的时候他就增加的快 所以他就窄 ok 所有的a的magnitude大的时候他就窄 magnitude小的时候他就宽 a positive他就是啊 那个笑脸 a negative他就是酷脸 ok so这个就是a ok 好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 所以我们能够做出第一个总结 那总结就是我的a是positive的情况之下 他就笑脸 a是negative的情况之下 他就酷脸 然后他a是positive的话 我就会有minimum的存在 a是negative的话 他就会有maximum的存在 ok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 我们可以说另一个东西 就是说他的那个 啊 magnitude of a ok ok magnitude ok 在这一边 我的这一个 这一边我们就可以说 magnitude of a 越 大 ok 然后 shape 就 越 窄 ok 他就会比较窄的那一种啊 ok ok 啊 然后为什么呢 啊 因为他 那个 value 增加 得 比较 快 ok 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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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得 比较快 ok 他增加 他增加了比较快 所以他的magnitude会变得 啊 他的a越大的情况之下 他这个就会这样 然后接着呢 我们再来看b的部分 b的部分呢 你看我的b 改变的时候 哦 我的b 越大 他就去后面 我的b negative 他去前面 ok 你看我的b是positive的时候 他的那一个是后面 b是这个是他的前面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有这一个东西就是 他是 减 然后b b b 2a 减b 2a 这个东西 然后他在这一边 他就有这个x等于减b 2a ok so 我有x等于减b 2a x等于减b 2a 这个东西理论上来讲 你在modermax那边有学到 所以你可以看到的就是说 我在这边我的b改变的时候 我的减b 2a也跟着改变 我的减b 2a其实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减b 2a是他的对称筹 assist of symmetry ok so 可是这个减b 2a呢 我们在mx是不能够用的 ok x等于减b 2a 这个呢 是我们在那个 moderma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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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减b 2a ok 所以但是我们知道 他b呢 他b呢 会影响的是什么东西呢 那b会影响的是 他的那一个对称轴 ok so 这个对称轴是怎样来的呢 他因为我们知道 那一个assist of symmetry 那一个assist of symmetry 它是y 它是x等于 减b 2a 所以我的那一个 这个啊 a 他改变的时候 他只能够让他变窄 变宽 b改变的时候 他会向前向后 ok 然后接着c是什么东西呢 c改变的是他的那一个 y intercept so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这个b我给他的是 就是啊2的情况之下 然后减2.22 然后他变成啊减1.22 so他在这一边 他这个是减0.5啦 然后我的c改变的时候 他会讲 他是向上 然后还有向下 我的b positive 他就向上 mc positive 他就向上 c negative 他就向下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他的abc的改变 会怎样影响 他的graph 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 ok 然后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 我有 ax square 加c ax square 加c 的时候 他在这一边 他就 呃 是 就是说 他就有x square 2x square 加c 然后我的 这一个 a 他的改变 会让他变窄变宽 然后接着呢 我的那个c这一边 他的c 的增加 减少 他就会向上或向下 这样的一种东西 ok 所以 有的时候呢 在mm那一边 他也有让我们block那个graph 那graph是什么呢 就有 假设我有y等于什么 2x square 加3 so y等于2x square 加3的时候 我就知道 ok so 我这一个是x square 的形状 然后我的2x square 是怎样呢 他就会变得比较窄 还是有碰到这一边的啦 so 这一个是2x square 然后接着他加3的话呢 他就会怎样 他就会变得很窄的 向上 这边有一个3 所以他就2x square加3 ok 然后在modermax那边 他就会讲啊 你在这边放1的时候 他会变成5 然后减1的时候他也是5 所以我这边有5的时候 这边有1跟-1 让他多几个点 但是正常的情况之下 我们只需要 呃 其实这一种类型的graph ,这样画就可以了 ok 好 然后 在这边的时候呢 他就有用b square-4s 来决定他的natural of root natural of root的情况之下 为什么是b square-4ac 大家有没有觉得b square-4ac 这一个东西 discriminate 这个b square-4ac 很熟悉的感觉呢 ok ok 我们在quadratic formula 我有ax square加bx加c的时候 我的x等于-b加-square-4ac 比2a ok 的时候我们就有用了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到 诶 这个b square-4ac 是在这一边 他会帮我们决定 他到底是 呃 两个root 还是一个root 还是没有root ok 我们怎样决定他是怎样的呢 这个时候我的b square-4ac 我们有分成三个 当他等于0的时候 大过0的时候 还有小过0的时候 等于0的时候呢 他是2 real and equal 其实就是one root的意思啦 但是我们不可以讲他是one root 想象中的root 想象中的root 有i的那一种 就好像我们在计算机的 的时候 ok 他就会有i的那一种东西的存在 你看啊 假设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ok 我有这个equation 然后polynomial degree 2 我有ex square 然后00 这样 我就只有一个root罢了咯 ok ex square 然后我的b square-4ac 就是0 square-4 10 最后我拿到的是0 这样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 直接出来的时候 他给你x罢了 他没有x1x2这样的东西 ok 可是如果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是ex square 然后减4 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会有x1是2 x2是减4 ok 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我的那一个 呃 x square-4 我的2 real and distinct root 我的b square-4ac 是0 square-44 然后他会变成16 所以他大过0 然后才是2 real and distinct root 可是如果我在这一边的时候 以后我这个我放弹是加4的话 这样你看他的答案 x是2i x2是减2i 你不可以讲他没有root 啊 他的root 存在 但是是有i的存在 那一个是 呃想象中的root Imaginary root ok 所以你在这一边的时候 你不可以讲他是 no root no root是一种错误的讲法 ok no root 才是正确的讲法 ok 在马来文的话 他这个是 啊 the other punche nyata ok 这个是dua punche 啊 yata 这个是dua punche nyata 这样的东西 ok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的假设我的b square-4ac ok 他是里面是4的话 这样他加减4 他就会变成了那个加减2 可是我在这一边他是加减0的话 他加0-0都是0啊 都是一样的东西啊 然后可是如果我在这边加减4的情况之下 哦他就变成加减2i 所以他是no root no root 然后我们的那个 呃 减b加减2b square-4ac 他是非常强大的一个formula ok 除了我们刚刚的这个b square-4ac之外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是从这边得到的 我们什么东西是从这边得到呢 就是我的这个-b square-2a 我们刚才的那个axis of symmetry 是-b square-2a 是他的对称轴 这一个是他的对称轴 因为他是-b square-2a加 什么-什么 所以我的axis of symmetry-b square-2a 其实也是从这个formula来的 所以你记得-b加减2b square-4ac square-2a的时候 他的b square-4ac来 决定他有多少个root 他的-b square-2a呢 就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可是-b square-2a 是他axis of symmetry 这个东西是 我们在MX不可以用的东西啦 在MX我们一定要用MX的方法 就是competing the square ok 我们不可以用那个modelmax的方法 好 然后在这边的时候呢 我们的那个 呃 这一个 第十二页这一边呢 这一个 我的那个graph呢 ok so 他 事实上我们在MX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把它变成Vortex form ok Vortex form是这一个a挂弧x-h the square加k 有的时候有一些老师会把它写成fx等于a挂弧x加p的square加q都可以 只要是另外的一个unlone这样都可以了 然后当我们这一边competing the square ok我们competing the square的时候 我们在那一个2.1的部分 找root的时候我们都有做competing the square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教你们的competing the square的方法呢 就是直接用在这边的方法 这样你就不需要再重新学过另一个写法 只是你在找root的时候你用那个方法他会麻烦 可是他的好处是来到这一边的时候 他就重复同样的东西 而且正常的情况之下 他考试老师不会要求你用competing the square来找root ok除非他指定要你找 你用我的方法也是可以 不会被扣分的 然后我们知道a是他的那个shape of the curve a大过0 然后将他的那个x等于h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hk是他的minimal point a小过0 然后x等于h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然后hk是他的maximum point ok so这一个东西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我的a大过0 跟上面的那个a大过0是一样的啊 a大过0他就有笑脸啊 然后我的a小过0的情况之下 他就是酷脸啊 然后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的axis of symmetry是这一个 我用这一个 x-h等于0 x等于h 我会让我的学生多写一个步骤 就是说我的这一个挂弧里面的东西等于0 所以 这一个-h 搬过去 他就会变成呢 x等于h x等于h 就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然后接着在这一边的时候 这个k呢 就是maximum or minimum value depend on他的a 来决定他是maximum还是minimum 所以他的这个hk 是maximum or minimum 是depend on他的a 来决定的 ok ok so 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还有一种的写法呢 这个他就叫做intercept form 然后intercept form的情况之下 我们是用factorization 然后写成intercept form 然后他的这个x等于p跟x等于q 是他的root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他这一边就有p跟q的存在 ok 或者是他是笑脸的情况之下 他也是会有p跟q的存在 这样的 ok 好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呃 我们 如果他要我们画graph的情况之下了 ok so 如果那个题目他要我们画graph 画graph的情况之下呢 ok 我们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我们要注意的东西就是 你必须要什么东西 就是 第一 你的那个a 然后 呃 根据a 来 呃 有正确的那个shape 然后 接着第二呢 我们就要有那个 呃 x intercept 没有 x y intercept so y intercept yintercept yintercept的时候就是当我的x等于0的时候 这个一定会有 不管那个graph是什么形状都好 它都会有yintercept的存在 然后 接着呢 呃 这两个是肯定有的 然后接着我们就有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一边的时候 呃 还有一个东西是他一定会有的是什么呢 他一定会有的另一个东西是 就是他的那个 呃 s maximum point ok maximum or minimum point maximum point 跟minimum point 我们怎样找 modern max的话 我们是用减皮膏 2a mx的情况之下呢 我们用committing the square来找 然后接着第四个这一个是 有看情况 有时有有时没有了 这个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的那个xintercept ok xintercept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的那一个y等于0 ok 啊 他有可能是 呃 他有 那个什么2 root 然后他也可以是 啊 one root one root的情况之下呢 那个其实是他的max ok 或者是他的min point 来的 他是同一个点来的 然后他还有情况呢 他是 no root ok 他飞上来了 no root ok 所以我们在画graph的时候 老师会看什么东西 他会看你有没有正确的shape 然后 然后 你的xintercept 跟yintercept 有没有标对点 通常我们都是会有两个routes的啦 然后还有你的maximum跟minimum point 也就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ok 在这一边当然也包括了他的那个对称轴 ok 他的那一个什么axis of symmetry 所以我们在这边我们还会有这个东西 他是那个axis of symmetry ok ok 他的那个maximum point 和minimum point 同时也是他的axis of symmetry ok 所以我们画graph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有这一二三四 这四个东西 老师给分的时候是根据这四个来给 好